我给养光还得在等 幸好 后期看能怎么做 是啊 怎么了 一遍就过不是挺顺利的 我之前就说过 接这个戏要慎重 不拍了这种话 就算不考虑合同的问题 对你以后发展的影响 还是很大的 知道 就只是说说而已 再说 不就是和男人拉拉扯扯吗 算起来 还是你占了大影帝的便宜 我回片场去了 好好拍 我看好你啊 小月 看着我 你要干什么 这是说好的状况 不要 不要 我 我 我 你这边我不相信 我都会不说 我 我 知道了 我 没有 居然还有明哥提醒 太丢脸了 起床 起床 你行事不到位 先冷静一下 啊 好 然后呢 我 我 我应该 怎么做 何道 请一下场 我和夏星成单独走一遍戏 你喜欢演戏吗 喜欢 大学考进了表演专业 现在已经演了六年了 那你在接这部戏之前 认真考虑过 当然 我每天都在想方建元在想什么 可就是抓不到 那上一场戏呢 想到什么 我 我不闪躲 没有这么多 想不止 我偏要爱 更努力 封建元这个时候 大概什么也想不到 没有别 套路 你决定要不要陪我 苍元 怎么好 啥不啥 好 看 来来来来 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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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故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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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哥 这段效果太好了 多亏了 你明白 哦 杨哥刚才已经从片场离开了 哦 我出去一下 嗯 明哥 刚才的戏真的太感谢了 今天晚上你有时间吗 我想请您吃顿饭 不用 这是我应该做的 好好拍戏 你可不错 啊 喂 喂 听说你还没吃饭呢 来酒店旁边的美食一条街呗 我订位子了 具体地址发你手机上了啊 一会儿见 知道了 喂 你师父知道我在拍戏期间要减肥吗 偶尔破例嘛 哎 话说回来 和杨颖帝搭气的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 杨优明这个人 真的不错 我就记得你来公司面试的时候 就说他是你偶像 那句话 怎么说来着 粉丝滤镜特别厚 也不是 虽然有时候有点难以触摸 我也拍了好多年戏了 像他那么耐心的 真的不多见 所以 跟国民老公拍那种戏 傻了 捆你的吧 当我买过了 车也帮你叫了 你回去注意安全 我就先回剧组的酒店了 嗯 行行 知道了 嗯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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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哪位 啊 啊 是我 小星成 总也想在前 哎 哎 有事找我吗 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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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